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未来下半年来说 内地会推出什么新的措施去刺激的港股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观众朋友 如果你都有投资方面有问题 欢迎来WhatsApp给我们 电话是96133819 或者下载香港经济博HKETF 在聊天室里讲下你的称呼和留言 转头会回答大家问题 现在先看看上日美股的情况 美股先跌后升价 银行股更好 但科技股普遍有回套 美国大型银行业绩理想价 带动大市向上 美国零售数据 差卦市场预期 美股早段向下 大美国银行和摩根士丹利等的大型银行业绩做好 利好大市的表现 道指收市升366点 收报34951点 升幅超过1% 現升第7个交易日 标指上升0.7% 收报4654点 科指都是升0.7% 收报14353点 立志金融中国指数 亦市债跌3% 欧洲股市债普遍向上 三大指数都是靠稳 看看焦点美股 Tesla再升超过1% 微软宣布 企业AI软件Microsoft 365 将会收取每个用户 每个月30美元的服务费 股价再升4% 再创新高 Amazon和Google都向下 另外美国银行和摩根士丹利 业绩好过市场预期 股价分别上升4%和6% 加上理财预期 全款全年会录得升幅 自己股价上升1.2% 以月托政権形式 在美国买卖的科目股ADR 相比本港上日收市普遍要向下 阿里的港股上日跌3% ADR再给本港收市低0.7% 摘合89.07 美团再给本港收市低2% 折合126.03 会向上日创出52周新高 ADR再给本港收市高1.7% 折合64 看看亚太区外围的情况 日经平均指数跟随美股更好 早段现在升233点 升幅0.7% 去到32,727点水平 首二综合指数升8点 升平普通股指数升46点 新西兰50成分股指数 最新升21点 就是11,954点 和大家跟进新加坡交易的港股黑期 现在早段跌123点 恒指就去到18,900点以下 现在最新的黑期数据就是 稍后对完盘之后 我们会和大家跟进一下 现在和Kofan谈谈谈外围市况 先讲讲上日美国的经济数据 其实普遍来说都是差过市场预期的 先讲商务部公布的数据 6月份的零售销售增长是0.2% 市场原本预期就是上升0.5% 即是最新的数据是差过市场预期 另外5月份的数据向上修订之后是0.5% 即是6月份的数据就是比5月份有所回落 期内扣除汽车和汽油的销售 就是增加0.3% 这个数据就是符合市场预期的 另外再讲就是工业生产 连续两个月就是6得-0.5% 市场原本预期是维持不变的 即是工业生产的数据 连同零售销售的数据 两个数据都是差过市场预期的 不过我看到了 上日美股气氛就受到业绩主导 令到导致就连续7个交易日的上升 跟大家跟进来 美银和摩根士丹尼的业绩 美银第二季的收入 按年上升11% 略好过市场预期 期内纯利就是上升1.9到74亿 经调整每股纯利按年上升2成 去到0.88美元 市场原本预期就是0.84美元 业绩做好 刺激股价升4% 摩根士丹尼第二季的收入 按年就是微升2.5% 那个纯利就按年要跌13% 经调整的每股纯利就是跌10.8% 去到1.24美元 但是这个数虽然有向下 但都比市场预期好 公司连续第二年 将普通股息提高7.5美分 股价就上升6%收市 看到上日其实科技股普遍有回套 除了NVIDIA和Microsoft之外 银行股就受到业绩大度做好 其实见到今年以来 纳指都叫做大幅跑赢 道指和标志 现在市场开始对美国经济的判断 主流就开始谈究竟是否会软着陆 即是不会出现 大家之前忧虑硬着陆的情况 越来越多人觉得 美国经济出现软着陆的情况是比较多的 好 Calvin你怎样判断呢 未来会不会说 传统经济股份 随着那个美国经济 不会出现硬着陆 而出现一个追落后的情况 如果未来再要在美股上面部署 你会建议大家继续投放在科技股上 还是一些传统行业相关的股份 大家都值得现在留意一下 看回其实美股最近真的挺不错的 由差不多低位 无论是道指来说 纳指都差不多接近一个新高 也都逼近一个历史的新高 很大的程度上 因为其实美国一些的职务数据 一些CPI 甚至一些GDP 其实都合乎市场预期 所以你见到美股 也都走上是非常之不错的 相比之下 港股就真的失息了很多 所以你见到 美股来说 我觉得在未来的日子 都有力再升 因为见到CPI 其实现在已经去到了 差不多3% 在上个月来说 再前的月的4% 跌幅仍然是比较大 所以来说 CPI的一些通胀 其实持续改善 也都会令到美国那边的 加息的预期 也都放缓了 刚才也提到 一些零售的增长 是出现低于市场预期的情况 那为什么美股 又会是沉连来说 又会继续上升 大家也预期 如果一些数据差 一些销售数据差 亦都代表 加息的尺度 都不会那么大 所以未来来说 我觉得 美股有机会 虽然在7月份 和9月份 继续加息 不过我觉得 在9月份加息之后 应该会停一停 虽然来说 减息是无望 今年来说 但是 停止了加息 都对市场的气氛也理好 我觉得 美股来说 仍然都在上升的轨道 如果有货品 暂时来说 都不需要走货 刚才也提到 究竟美股 什么股 仍然都是值得大家去投资 我觉得仍然都是传统的一些 科技股 Navidia Tesla 甚至是Microsoft 都仍然 暂时来说 都可以继续先后 为什么呢 其实你看到 虽然先后 都有一些Navidia 都破顶 但是来说 走势仍然都是非常明落 只要一天 美股不回套的话 我觉得这些股票 要它一个 比较大的一些跌幅 都是比较困难的 所以我仍然 都会建议 投资者 去将部分的一些资金 去投资回美股 那广股比例 暂时来说 下回来 都要逐步逐步去减少 是的 两个讯息很明确 第一就是 Kelvin觉得加息去到盡头 看到一个峰值的时候 可能美股在现水平 都会继续上升 而且他都会继续看好 美国科技股的表现 好 我们看看恒指上日的情况 稍后听Kelvin分析一下 他对港股后市的看法 好 恒生指数 好 恒指 连升五个交易日后 有回途 昨天跌近四百点 一度失手万九点 恒指昨天低开八十九点之后 最多曾经是跌四百三十三点 低位见过一万八千九百七十九点 收市跌四百四百 收市跌三百九十八点 收部一万九千零十五点 核指跌二百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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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二十九点 各指跌近百二百四百四百四百五百六百点 收市 全日成交九百五十百五十银 很有电影 科技股拖累大使 內房股的跌幅顯著 不過創科、比亞迪和匯控是逆市做好的 我們看看北水本路 北水由淨流出轉為淨流入 金額是11億8千萬 淨流入最多的是小鵬汽車 金額是2億3千萬 中國移動有2億 建設銀行有1億1千萬的北水淨流入 淨流出最多的是騰訊 有14億5千萬 中芯就有1千萬的 大使和Kofan先聊一聊 港股颱風停市之後就服市 昨天就是這個星期日第一個交易日 星期一的時候 香港受到颱風影響就沒有交易 大內地就公佈了第二季的經濟數據 其實就差過市場預期 拖累恆子連升5天之後有回落 昨天其實就跌穿20天線、50天線 還有250天線的 下市條10天線 不過守著在10天線樓上收市的 其實上個星期不創升幅 現在又斷了籃 不過昨天看到就開始陸陸續續 不是大措施出台 不過昨天就出了一個 促進家居消費的政策 內地方面 一會兒我們會詳細討論 這個政策出台 其實就帶動內地股市 美市就跌幅收窄 對恆子而言 前景樂觀還是偏淡 你剛才提到內地的數據都差過市場預期 不單止你所說的數據 CPI也是下跌了0.2% 6月份PPI的製造指數也下跌了大概5.4% 也都是2021年之下最高的 雖然來說 其實內地的經濟肌肉也是一個事實 你見到其實也反映了在不同的股票上 一些內需股、啤酒股 其實見到最近都是低位賠回 就算你見到廣股是之前有力反彈上去 19,000 即是矮近那條 19,600平均線 19,600這個位置 不過一些內需股仍然是比較弱勢的 雖然來說 內地我都覺得一定會推出一些新的經濟組織去舊市 但其實見到廣股來說 其實就算舊市我覺得也救不到它些什麼 因為現在廣股其實 第一 資金不足 始終每一天的成交大家都見到的 只有800多 也不夠1000億 就算是昨天來說 只有950億也是比較小的 沒什麼人願意在這個時候去入市廣股 所以我都比較看淡下半年的一個走勢 它每一次上到一百天用平均線 都是非常之盡頭的一個位置 如果突破看來真的不是那麼容易 所以真的要提回內地那方面 有什麼新的利好的一些政策 去推動廣股 如果不然廣股都會在這些位置 萬九甚至是萬八這些位置徘徊 是的 你都是看到一百天線其實都很難衝破 都是短期延一個阻力位 你的看法就是 是的 你見到其實連續又差不多四月尾到現在 去到七月中了 其實都是受制於一百天用平均線 星星村其實沒有什麼哪一天是結到的 所以來說 那個阻力是非常之大的 不過你見到其實這個走勢都不是很好 它依然就算升到一萬九千三 一萬九千四 仍然都在下降軌之中 所以廣股走勢都是疲弱的 好啊 我們昨天其實都談過這個課題 就是內地第二季的GDP增長 岸季雖然有百分之0.8的上升 但是 岸年都其實升得不錯的 百分之6.3的 不過因為市場的預期 因為去年有一個疫情的情況 所以大家的預期都高的 所以這次都叫做miss了市場的預期 隨著見到第二季的經濟增長 不及大家的預期 多間大行都下調了全年內地的經濟增長的預測 花期最新就將內地全年的預測 就由百分之5.5下調到百分之5的 他們說到中國對這個百分之5經濟增長的目標 其實現在就出現了風險 所以中央就可能會出台一些政策措施 去振興經濟 他們預計第三季就會下調政策利率20個基點 和會降準25個基點 內地商務部等13個部門 昨天就發佈了一個通知 叫做促進家居消費若干措施的通知 鼓勵各地支持 第一就是舊房裝修 以及鼓勵金融機構加強對家居消費的信貸支持 商務部就說計劃志在就是釋放家居消費的潛力 其實我想上個月開始大家都是憧憬 我想未來會有一個救市的措施 現在最先出台的就是那些家電或者家居裝修相關 好,Kelvin第一就是覺得那些家電相關的股份 其實今天或者在未來一段時間能不能夠受惠 第二就是大家都是繼續猜 就是除了這個行業之外 還有什麼行業會受到這個政策扶持受惠呢 主要剛才你講過一些家電股 就是會有一個刺激燭台的措施 就會刺激到一些家電股 有機會上升 我覺得在短期之內都會有一定的受惠 不過除了海信家電之外 921其實另外那三個香港的一些家電股 其實業績都是一般的 所以我一定會首選一隻海信家電的